在臺中太平區凌晨 有一個男子 疑似是因為看了夜景 結果不小心滑落六公尺深的橋 那麼警消一開始 在凌晨一點半左右 有接到人報案 說有人在這裡呼救 趕快來現場救人 結果他們趕到現場 沒發現這個人 然後事隔半個小時 才由附近的遊民發現報警 警消這才順利把男子送到醫院治療 結果這一摔是造成他腿部骨折 但還好意識清楚送醫之後沒有答案 警消先是固定住男子的脖子 腳步也進行緊急處理 接著再吊掛單架出動機具 才把人從橋底慢慢救上來 這起意外發生在台中太平 受傷的男子一次為了看夜景 不小心跌落六公尺深的橋底 當場受困 動彈不得 民眾說有人喊救命 那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看沒有發現 第二次是有遊民再發現 叫我們過來 做過了第一次民眾報警 第二次遊民再次報警 警方才在深夜的橋底下 發現受困男子 及時將他救出 小鳳要把他押起來 男子這麼一摔造成他的右腿骨折 不過索性意識清楚 目前確切的案發情況還有在警方進一步調查 華爾新聞 楊宗穎 台中報導